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里李慎说可以让我再生一个 还警告我不要再找白月光的麻烦 系统问我 要不要再试试 攻略或许就能成功了 我摇了摇头 在李慎情动最深之时 一簪子刺进他的胸膛 我没能刺死李慎 他十三岁就入了军行 习得一身好武艺 七八个壮汉尚且进不了他的身 更何况鲜弱的我 簪子止入了他胸口半分 血一丝丝的往外伸 他瞬间回神 紧紧捏着我的手腕 不敢相信 你竟要杀我 是啊 我要杀他 我刚刚明明已经说了 不想和他在有身体上任何的接触 可他还是一意孤行 我踢他咬他都没能让他停下 他说 泱泱已经死了 让我把他忘了 再生一个 他说的那样轻巧 就好像我的泱泱只是一个玩偶 坏了就再换一个新的 他还说 等你怀上后 就不要再去找你姐姐的麻烦了 安心养胎吧 我的姐姐孟昔月 是她的白月光 敌军来袭那天 他第一时间去救她 我的泱泱被她忘了 小姑娘乖乖地在原地等着爹爹回来 结果被乱箭射中 我带着她最爱的米糕赶回来时 她只剩最后一口气 她吐着血 小手拾着我脸上的泪 娘亲别哭 孩儿不疼 一点都不疼 然后她稀奇地看着门口 爹爹 快 回来了吗 我说快了 爹爹很快就回来了 让她坚持住 最后她轻轻一声 娘亲 然后在我怀里一点点变冷 那天 是她四岁生辰 没能吃上一口她最喜欢的米糕 也没能见到她最喜欢的阿爹最后一面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孟昔月的儿子也受了点伤 李慎让军中最好的几个衣冠都过去诊治 那孩子在喊疼 不肯医治的时候 我的泱泱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如今泱泱离开还不到半年 李慎就要我再生一个 还让我不要去找孟昔月的麻烦 这让我怎能不恨她 李慎夺下了我的簪子 我闭上眼 等着她杀了我 她是有仇必报的性子 除了孟昔月 这世上伤害过她的人都死了 系统也少见地叹了一声 你这又是何苦 可我等了一会儿 李慎却没动手 她眼神冰冷地审视我 审视我这个曾对她千般顺从 万般顺意的妻子 竟敢要她的命 丫鬟们听到动静要进来 被她呵斥了出去 她用帕子按着伤口 冷笑道 你后悔了是不是 可是孟晚 当初是你主动爬上我的床的 我正了正 是啊 是我主动爬上她的床的 她和孟昔月从小有婚约 后来孟昔月却反悔了 孟昔月的志向是做皇妃 不愿随她去镇守北地 于是她一碗药 把我送进喝醉了的李慎房中 她说 我们都是孟家的女儿 谁嫁都一样 那时我也是怕的 在要力的作用下 我软着身子想离开 却看到了李慎站在我面前 清冷的她醉了酒 将我当成了孟昔月 孤男寡女 要力上冲 我主动吻了她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清晨 孟昔月带着双方父母闯进房中 哭着问我和李慎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 我爹也举起手要打我 李慎拦住了她 她看着孟昔月 冰冷地说她会娶我 而我是来攻略她的 只要攻略成功 我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也沉默了 没有说出真相 我天真的想着 这或许是命运的馈赠 或许我能成功 继续活下去 可那时的我忘了一句话 所有命运的馈赠 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是后悔了 我一字一句 我后悔那晚和你在一起了 我宁愿那时候我就死掉 那样 我的泱泱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 遭这些罪了 我紧紧握住李慎的手 让他手中的簪子 抵在我的咽喉 你现在也可以杀了我 消你心中仇恨 攻略者不被允许自尽 只能等着被系统回收 抑或被其他人杀死 契约时间还有两个月才结束 我一天也不想再熬了 私子之痛痛如刮骨 或许我现在死了 还能早点见到泱泱 四年来 他从未离开我这么久 他一定也很想我 簪子即将刺破我的脖梗 李慎却一把将我推倒在床上 他不信我是真的想死 他嘲笑我 你别装了 你会舍得这些 你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富贵 你也别用死来吓唬我 你要是真想死 也不用等到现在 他重新附在我身上 唇贴在我的耳边 你只是想要个孩子 稳固你的地位罢了 我现在就给你 一个孩子不够就两个 两个不够就三个 你想生多少都无所谓 这些都是你的因果报应 由不得你 他也是恨我的 他以为是我和孟希月 一起算计了他 所以泱泱下葬那天 他都没有出现 我不断地派人去找 最后回来的人说 孟希月的儿子不见了 他在陪着他找孩子 他恨孟希月 却又放不下他 还对我说着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我的指甲在他的背后 留下血痕 那你的报应会是什么 他沉沉地看着我 没有回答我 只无声地侵占 李慎离开后 我一遍又一遍地 清洗着身体 我不能真的又 怀上他的孩子 曾经我也很想 和他再要一个 原世界我是孤儿 从小孤孤单单地长大 我喜欢孩子 喜欢热闹 而且我也喜欢上了他 成亲后我们的生活 平淡如水 可我却在这种平淡生活里 对他动了心 那晚 北地大雪纷飞 我试探地问他 阿慎 要不我们给泱泱 再生个弟弟妹妹吧 他犹豫了 但最终没有拒绝 那晚是我们第二次亲密 他没有醉酒 我也没有被用药 我心甘情愿地献祭自己 后来无数寒冷又漫长的夜里 我们纠缠沉沦 可孩子就是怀不上 医官说是我不适应 北地苦寒的缘故 我疑惑地问医官 可别的女子都能怀上啊 医官回到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 我给夫人开几副做胎药吧 当时我没多想 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候医官给我的做胎药 都是理慎 丰富的婢子药 他不想 我生他的孩子 但北地的夜啊 又漫长又寒冷 他也难熬 于是我成了他暖床 和疏解的工具 刚才他离开时 什么药 也没让我服用 他在实行 他可笑的因果报应 过去四年我常服药 我的身体可能早就坏了 但我不能赌 我要自己去买壁子药 可管师的嬷嬷 带着侍女们将我拦住 说李慎吩咐过 如果我单独出了李家的门 就将他们乱棍打死 李慎虽杀人无数 但并未对家仆动过私刑 他不让我出门 只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问嬷嬷 是不是孟兮月也回中州了 嬷嬷不说话 算是默认了 是啊 也只有孟兮月回来了 李慎才会这样谨慎 才会以让我再生一个为条件 让我不要去找孟兮月麻烦 她怕我像上一次那样 要和她同归于尽 我终于又有了些精神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可她却回来了 真好 我吩咐嬷嬷去买座胎药 而且要去城中最大的医馆 把我准备再生育的消息放出去 我等着孟兮月主动来找我 我总得为我的泱泱报仇啊 我吐血了 系统说因为我昨晚彻底放弃攻略 所以回收程序已经开始 我会以原世界的疾病死去 在原世界 我身体里有个瘤子 恶性 我等了两日 孟兮月并没有来 不知是消息没传到她耳朵里 还是她对我心有余悸不敢来 李慎倒是知道了这件事 也猜出了我的心思 孟晚 我说过 你别再找她麻烦了 我笑着 我服作她要 怎么会是给她找麻烦 你心知肚明 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眸中 我能看到我的倒影 我真失败啊 五年的相伴 我都没能进入她内心 我看向窗外 夜色浓重 见不到一丝丝光亮 最后我求她 我活不了多久了 你放我出去吧 让我了结心愿 死而无憾好不好 她依旧说 孟晚 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欠了债 就是要还的 我问她 我欠你什么了 她拽着我的手 按着她的胸口 那里我刺伤的地方 还没结巴 长下她的心跳 有些快 若不是她那样恨我 我会以为 是她对我的心动 她咬着我的唇 你就算死 也得死在我手里 她的话语是威胁 也是浓重的语 真好笑啊 以前在北地 我万般主动 才能得到她的回应 如今 我这将死之躯 倒叫她念着 早上醒来的时候 疾病发作 我身体痛得厉害 系统心疼我 说她可以让我 感觉不到痛苦 我拒绝了 用痛苦 换了容颜不便 癌症会让人容貌枯搞 我怕到了那边 泱泱会被吓到 她以前说过 她喜欢我漂漂亮亮的 李慎让我喝药 要是前两日嬷嬷 买回来的做胎药 可我觉得味道有些不对 李慎出门后 我问嬷嬷 买的是做胎药吗 嬷嬷对天启事 夫人 奴婢可不敢做 伤天害理之事 她不像说谎的样子 但为什么我觉得 这要和泱泱离世前 她给我喝的补药 是差不多的味道 我没时间多想 我要快点出去 目前唯一能摆脱李慎的 只有和离 可昨晚李慎的态度很明确 她要折磨我到死 让她写和离书 怕是不可能 但若有天子旨意 她不遵旨也不行 正逢天子举办春宴 朝中三品以上官员的夫人 都要参加 李慎只得带上我 春宴在皇家狩猎场 四月的春日 草长应飞 我和李慎一出现 就成了宴会上的焦点 李慎是当今太子妃李怀宁 唯一的亲弟弟 又数次击退北地的入侵者 自然是风光无限 而我 则更有话题了 他也挺可怜的 孩子都四岁了 没了 那孩子尸身留在北地 还是带回来了 没尸身了 被野狼刨开坟吃了 啊 怎么会被野狼吃 听说是有人故意隐去的 我的手紧紧握着 泱泱的小荷包 我的泱泱 也只剩下这个了 泱泱下葬的第三天 有人在他的小坟上 放了几块血淋淋的肉 引来野狼群 李慎认为 使外敌故意来扰乱军心 我也以为如此 恨不得与李慎一起上阵杀敌 直到有一天 我路过一个肉摊 老板问我 还要不要买肉 细问之下 才知泱泱下葬的第二天 有一个和我的模样 相似的女子 在她这里买过肉 和我容貌相似的 只有孟希月 孟希月自然不会承认 可她的眼神都是得意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撕心裂肺地问她 她云淡风轻 因为我后悔了 我想拿回原本属于我的 孟晚 你怎么还不随秧秧去 她一个人多孤单啊 原来 她想手不沾血地逼死我 我和她拼命 却被李慎强行拉开 我被她关着出不去 便拿出所有的积蓄 请人为我报仇 但也都被李慎劫住 我流着血泪问她 泱泱也是你的孩子啊 你就一点也不想 为她报仇吗 她背对着我说 孟晚 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说 孟希月虽然是有些心机 但绝不会害泱泱 在她心里 孟希月是高悬苍穹的月 不染尘埃 而我 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女人罢了 李怀宁让我坐到她身边 她已经怀孕五个月 本应留在东宫养胎的 但太子与她抗力情深 走到哪里都要她陪着 她拉着我的手 问我北地风情 我依依回着 她又说她就李慎这么一个弟弟 说她在外建功立业 才能让她在内宫安身 而她内宫安稳她 才能在外朝安稳 孟晚 这些年你也辛苦 泱泱的是 本宫知道你很难过 但你刺伤她 也是不该 她还不肯与人说 如果不是本宫看到她衣衫上的血 本宫都不会知道她被你伤了 不要有下次了 她笑看着我 但也是警告 我叩手回应 没有下次了 最后她告诉我 下个月宫里有得到高僧来讲经 让我进宫听经 她摘下她的玉镯 带到我手腕上 孟晚 你会得偿所愿的 我不知道 她话里什么意思 李生问我 李怀宁同我说了什么 我举起手腕 没什么 太子妃送了我一件礼物 还说我会得偿所愿 她听了神色明显有些紧张 让我以后若是再见太子妃要叫上她 我想不会有以后了 狩猎之时 我站在角落看着狩猎方向 其在马上的礼肾 英姿勃发 飞驰如电 所有人都说 我有她这样英勇的夫君 是我的福气 也有人为她惋惜 二十三四的年纪 却没有一儿半女 甚至连个妾室都没有 看来她是真的喜欢孟晚 什么呀 她是放不下孟昔月 孟晚不过替身罢了 孟昔月现在可是寡妇 要我说呀 过不了多久 她们就会姐妹共事一夫了 我原本想听一下 孟昔月回来后住在哪里 是回孟家 还是关中监管居住 可她们好像也没怎么见过 孟昔月回天都后 只露了一次面 就仿佛人间蒸发了 李慎打了最多的猎物回来 天子给了许多赏赐 还让她带着五岁的小黄子骑马 小黄子在她怀里欢快地笑 让我想起了泱泱 泱泱也曾想要她带她骑马 可她总说没时间 后来孟昔月随夫家被流放过来 她的儿子要骑马 她倒亲自教了几次 泱泱羡羡慕极了 我也说尽好话 终于她答应在泱泱生辰那天教她 可我的泱泱啊 最终也没能骑上她喜欢的小马 李慎骑马后 与太子和皇子们坐在一起喝酒 国相家的千金走到他们那边 与他们说话 我虽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在她对李慎笑时 我冲到她身边推开她 大哭大闹着说她和李慎有情 好好一个春宴被我毁了 不出所料 天子大怒说我是杜妇 将只让李慎修了我 李慎拉着我跪下 说我丧女后心智有失 请天子收回成命 天子听罢却更加坚定 你是堂堂镇北侯 怎能以心智有失之人为妻 你修她之后 朕令寻个好女子给你 天子当场解除了我和李慎的夫妻关系 我赌赢了 所有人又说我没有福气 竟然在天子面前犯了病 唯有李怀宁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宴席散去 李慎将我逼到角落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回道 是 就为了去找孟兮月 也为了离开你 她大概是气急了 不弄返校 好啊 我看你离了我怎么活下去 她什么都没让我带走 当初孟家给我的陪嫁也不多 后来孟家遭难 嫁妆我都贴补了回去 我现在的确什么都没有了 连生命也没几天了 我走到孟家门口 没有进去 刚回天都那会儿 我曾来见过爹娘 我说 我想与李慎和李 当时 阿娘重重 给了一耳光 李慎如今 拜将封侯 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阿爹也皱着眉 你就算做一条狗 也要做他李慎身边的狗 我见过李慎 对泱泱的绝情 在面对这样的爹娘 我也并不吃惊 我是胎川来的 那时我以为 我有了家 可惜 我不是他们想要的儿子 他们把仅有的爱 给了大女儿和小儿子 我这个二女儿 是可有可无的 我问从家里出来的小思 孟希月在家里吗 五年的物是人非 小思并不认识我 大小姐不在 您是 我说我是顾友 问他孟希月在哪里 他说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没关系 爹娘不会让他受苦 李慎也不会 他们一定会去看他的 我只要盯着他们就行 我将李怀宁 给我的玉琢当了 拿出其中一部分银钱 给了几个机灵的小乞丐 让他们帮我盯着 我还给泱泱立了一个衣冠种 我把衣冠种选在洒满阳光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棵灿烂的花树 泱泱生在北地 死在北地 一生阴冷潮湿 泱泱 喜欢这里吗 我问他 泱泱没有回答 只有山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 回到城中 我早已成了城中百姓的谈资 好在这里不是媒体时代 他们虽知道我的事迹 却并不清楚我的容貌 所以我目前还算太平 我找了一间便宜的客栈住下 白日里去找孟希月 晚上回到客栈休息 可孟希月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一点音讯也没有 小乞丐那边也说 没有看到孟家和李慎 有去见过谁 我觉得很奇怪 明明春宴上 还有人提起他的 难道他是真的怕我 躲起来了 我问系统 系统说他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因为程序设定 他没办法告诉我 我只能拿出最后一点钱 让更多人帮着打听 只是这样一来 我捉襟见肘 再加上身体疼痛难忍 于是在客栈 帮着做点事换吃时 客栈老板两夫妻都很和善 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他们说日子虽然艰难些 但能吃饱穿暖 孩子也健康平安 便是大福气了 我又等了五天 还是没有孟希月的消息 倒是李慎来了 那时我正在收拾酒桌 他锦衣华服 有几个世家子弟相随 还跟着两个戴帷帽的女子 但从身形上看 两人都不是孟希月 我不知道他来这里是路过还是刻意 老板娘不知他们是谁 热情地招呼着他们过来吃饭 我以为李慎不会进来这样的地方 但他还是来了 几个世家子弟也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知道了 他是来看笑话的 他曾说要看我离了他怎么活 现在我在做杂役 和从前的侯爵娘子生活天差地别 他心中估计已经在笑话我了 喝酒的时候 那几个世家子弟吵吵嚷嚷地 让老板找人陪着喝酒 老板娘说他能喝 世家子弟却指向我 让他来 李慎并没有制止 果然是来找麻烦的 好像这世上大多数的夫妻 不论古今 总是不能好聚好散 偏要看着另一方狼狈才能解恨 老板老板娘也意识到 是冲我来的 立刻挡在我面前 各位公子 这位姑娘是我的客人 不做陪的 实在抱歉 请你们去别家看看 这顿就算我请 这些公子哥儿 哪里受过这些气 立刻闹了起来 李慎气定神闲 时不时与那两女子 小声说这些什么 女子们言嘴轻笑 偶尔还看我一两眼 一公子哥儿 执着小酒壶来到我身边 一壶十两 喝不喝 十两银子 天都成普通百姓家 半年生活用度 他们是真不把钱当钱啊 我看了看挡在我身前的 老板夫妻 又看了看她 那双躲在门后的儿女 好 我愿意奉陪 这里的酒度数虽不高 但我身体现在不允许 一壶酒下去 就难受起来 但我还是一壶接着一壶 反正契约时间没到 我也喝不死 系统大叫 孟晚 你不能这样卡巴 你会生不如死的 我不在乎 和失去泱泱比起来 这算什么生不如死 即将喝第四壶的时候 李慎突然起了身 他打翻我手中的酒壶 你疯了 我没疯 我平静地向他伸出手 一共三十两 他冷笑一声 我让你喝了吗 我转身 向那让我喝酒的公子哥儿药 那人面露难色地 看了看李慎 又看了看我 最后将十五两银子 放在我手里 我没有计较 因为我要吐了 等他们一走 我立刻冲到后院 墙角吐起来 只是吐出的是血 不是酒 老板娘跟过来 看到后大惊失色 拔腿就要去找大夫 我拉住他 告诉他我本就活不过 这个月 我将十五两银子 给了他用作剩下的房钱 他却不要 孟娘子 这些钱太多了 你拿给你家人吧 我说我已经没了家人 他要是觉得钱多了 就请帮我每年 去城外山上 看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叫孟未央 末年四岁 有些腼腆不爱说话 爱吃米糕和麦糖 傍晚 我爹娘也找来了 毫不意外 阿娘又要打我 这一次我挡住了她的手 她又怒斥我 你真是胆大包天了 竟和公主争风吃醋 你有没有为家里考虑过 我淡淡道 我自然考虑过 否则我就会行刺天子了 让孟家九族全灭 这样一来 孟昔月也逃不过 我也算是给泱泱报了仇 阿娘被我的话 吓得脸色苍白 阿爹倒是镇定 你现在随为父 去和镇北侯道歉 正妻做不了 或许还能做他妾事 妾事做不了 那就做外事 他说他打听过 天子解除 我与李慎婚约时 李慎有争取过我 争取过 就表示李慎对我还有情 而且今天白天 他还来了这里 我不愿 镇北侯也喜欢孟昔月 这么多年 他对孟昔月 也是念念不忘 爹您也可以 让他去做妾 做外事啊 阿爹突然暴怒 掐住我的脖子 我和你说过吧 你就算做狗 也得做李慎身边的那条 我用力地挣扎 可我的力气不够 就在我快窒息的时候 阿娘出声阻拦 你别把他弄伤了 伤了就不好看了 阿爹这才松了手 但下一刻 阿娘用手帕捂住我的口鼻 我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间 我感觉阿娘 往我嘴里灌着什么 我不想喝 却被强行灌下 然后继续昏沉过去 我看到了孟昔月 他湿漉漉地站在我面前 嘴一张一合 在说些什么 我挣扎着去抓他 他却烟雾一般地散去了 然后又出现在另一个角落 他细谑地看着我 说我这辈子都别想找他报仇了 我跌跌撞撞地向他扑去 却摔倒在地 醒来的时候 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大床上 房间里没有孟昔月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空气里是甜腻的香味 我身体也瘫软酥麻 这感觉像极了五年前 孟昔月对我用药那碗 我意识到 阿娘给我惯的也是那种药 而且五年前 他们可能并不是不知晓 孟昔月的所作所为 甚至是他们教的也不一定 可他们却怨我 怨我坏了孟昔月的姻缘 我算不得无辜 他们也不是好人 只是因果报应 各自承受罢了 门外有脚步声传来 我太熟悉不过 是李慎 怪不得阿爹掐我的时候 阿娘说怕弄伤了不好看 有人对李慎说 侯爷您先进去喝茶 孟老爷随后就来 李慎推门进来 房中的味道让他皱了皱眉 然后他看到了我 门被外面的人关上 我爹不会来了 只是他怕是要弄巧成桌了 李慎此生最痛恨的 就是那一晚 他本是一个自律的人 却被算计着无法自控 甚至失控 第二日还要被审判 被改变命运 没有人会欢喜 我或许会死在今夜 李慎静静地看了我几秒 随后向我走来 我用力地咬着舌头 让自己清明一点 他拿起桌上的酒壶来到床边 对着我的脸将酒全倒下 冰凉的酒让我瞬间清醒不少 我摸了一把发迹 没有任何发饰 朱钗被卸得干干净净 不知爹娘是怕我自尽 还是怕我伤了李慎 我得以动弹 慢慢坐起身来 我是被我爹绑来的 他看着我 那又如何 你还是来了 高高在上 不容智慧 我想反驳 但他说得没错 就算我逃得再远 只要他还是李慎 还是东宫太子妃的亲弟弟 还是镇远侯 就算我真的变成一条狗 也会被强送回他身边 就如同孟昔月 刚被流放到北地那会儿 我曾离开过李慎一段时间 也被强行送回过 孟昔月被流放来时 是李慎和押送的官差交接 那天的他 楚楚可怜地站在出荣的雪地里 叫着李慎 阿慎 还好你在 然后他晕了过去 李慎将最好的房子 给了他和他儿子 和李慎退婚后 他想嫁的三皇子娶了别人 爹娘只好重新 为他订了婚事 而他的夫君 在流放来的路上就死了 李慎照顾了他三天三夜 他苏醒后 按照北地不成为的规矩 没有丈夫的流放女子 全都要供北地的军事享用 他害怕 跪在李慎身前 阿慎 别把我送去那里 让我在你身边好不好 为奴为婢都行 我当时正好进来 我还什么都没说 孟昔月又跪在我面前 小婉 我知道你一直讨厌 我可我们毕竟是亲姐妹 你舅舅姐姐好不好 我虽然的确不喜欢她 因为从小到大 她一直欺负我 但把一个女子 送进男人堆里 任人糟蹋 我也做不出来 于是我出面 向当时的大将军求情 没把她送去军营 但我不想再见到她 让李慎将他们母子 放到墾田处去 远离这里 李慎答应了 却没做到 她将她安排在 离营地不远的村子里 我偶然一次 去那边撞见了他们三人 李慎和孟昔月的儿子 友儿在溪水中洗马 孟昔月则赤着脚 在花殿中采花 我的出现让他们 猝不及防 小婉 对不起 是友儿调皮 把阿慎耽误在这 孟昔月可怜兮兮的解释 李的 你别怪阿慎 李慎说不关幼儿的事 是她今天想给 马洗一下澡 回去的路上 我问李慎 为什么没把孟昔月 送到墾田处 她说 孟昔月是娇养长大 流放之路 已经要了她半条命 再去肯田处会死的 所以才就尽安置 我知道她言不由衷 我那时候感到不安 攻略迟迟不见成功 孟昔月又来了 我急着想证明 李慎对我是有感觉的 晚上我早早将泱泱哄睡 然后从后面抱住她的腰 可她说明日还得早起寻城 将我推开了 于是我带着泱泱走了 是赌气 也是想让她担心我们 来找我们 我们在外面两天 并没有等来李慎 反倒是另一个将军 将我们强行送回 那将军劝我 弟妹啊 这男人三妻四妾是常事 你嫁了李慎 就应该为他着想 干嘛带孩子离家出走呢 原来所有人都清楚 他把孟昔月安排在附近 唯独我不知道 将军又说 哥说句不好听的 你既嫁了他 泱泱也这么大了 你折腾来折腾去 受苦的只会是泱泱 哥劝你一句 快点给李慎生个大胖小子 才是正事 我和泱泱被送回时 李慎只说了句 回来了 晚上他洗完澡进了房间 也并未对我说什么 让婆子将泱泱抱走 他来碰我 我本想推开他 可看到床头泱泱留下的小荷包 我还是顺从了 那晚只呀 不停地木床生理 我求着他 让他也带泱泱去骑马 他说好 我说泱泱最喜欢军中 那匹白色的小马 他和泱泱一样乖 不会把小姑娘摔下来 他也答应说给他 只是啊 男人在床上的承诺 都当不得真 最后 那匹小马 他让幼儿骑了 人生总是一步错 不不错 如果当时 我带着泱泱走了 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生活 或许小姑娘 现在还能在我怀里 撒娇要甜食吃 房间里很安静 或许是药效还在 我又软了下去 只是这次想睡 昏昏沉沉间 听见李慎在说 只要我给他道歉 只要我听话 他可以让我回他身边 也可以解孟家如今的困境 我嘟囔着 好啊 只要你要把孟昔月交给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他好像又在生气 我的脸被他捏得有些疼 可我真的太困了 我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房间 甜香的味道已经散去 李慎站在一旁 身边有个大夫在为我搭卖 原来我昨晚不是睡着 是晕了 这位娘子是有喜了 大夫说道 我则有些意外 但我想或许是流子不是孩子 可我的月室的确是停了 我猜泱泱离世前 他让我服的也不是婢子药 而是真的做胎药 让我的身体好转 大夫说孩子已经一个半月了 算起来是我用簪子 刺李慎那两天怀上的 我以前日夜祈祷的孩子 这时候出现了 大夫也说我身体不好 但他的医术也没高超到 能发现恶性肿瘤的地步 只说我气血有亏 要好好调养 大夫走后 李慎让我不要再乱想 好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手放在小腹上 生不下来的 而且我早就不想和你生了 他斧着我的脸 由不得你 就像当初也由不得我一样 我想了想 要我生也可以 你把孟希月带来 我可以为你生两个三个 四个他压抑着 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我说不能 除非他死了 可我没想到 孟希月真的死了 孟希月的死讯 是那几个小企儿来告诉我的 他们竟然找来了 李慎让我养胎的别院 说孟希月的尸体 在河里被发现 已经被捞上来 送往大理寺了 听到消息的时候 我有一瞬的茫然 然后我想起那个梦 梦里孟希月 浑身湿漉漉地和我说话 他嘲笑我 永远都找他报不了仇了 原来是真的 我去看他的尸体 爹娘也在 他们哭得撕心裂肺 孟希月躺在那里 身子都发胀了 他怎么就死了呢 我还没报仇啊 李慎也来了 他脸色苍白 但我感觉 他知道凶手是谁 武作说 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 然后绑了石头 扔进了河里 被渔夫捞了起来 他的儿子还活着 但也说不出 谁是凶手 我这么久的痛苦 最后像是打在了棉花上 我不甘了 我又扯开白布 我疯狂地 要把他的尸身撕碎了 拿去喂狼 李慎将我抱了出去 我又拼命去摇李慎 他也是害死泱泱的凶手 爹娘将我脱开 筋疲力尽后 我又陷入黑暗里 醒来的时候 我听见了李慎和李怀宁的声音 我轻手轻脚地靠近 看见他们姐弟坐在灯下 李慎问他 为什么你非要杀他 李怀宁回道 你心太软了 还念着昔日的情分 可他让泱泱的尸身 被野兽吃掉 李家的骨血 被他这样糟蹋 我没将他喂狗 以示恩赐 孟晚陪你吃了五年苦 得对他有个交代 我来动手 也免得你与他再生恨 原来孟昔月是他下的手 所以春宴那天 他说我会得偿所愿 他知道我的心思 他也知道 我若杀了孟昔月 会与李慎百年结欢爱 一旦生别离 我这一生 唯一认真为我考虑的 竟然是这个 只有几面之缘的女子 李慎道 阿子泱泱的尸身 是被北雾人所毁 他到如今 还是不愿相信 啪的一声 李怀宁给了他一耳光 你清醒点 我李怀宁 怎么有你这么个 蠢笨不知的弟弟 孟昔月在北地 勾着你的那些手段 你看不出来 他故意离间 你和孟晚 你不知道 敌军来袭 你明明在和北雾人打仗 为何传到孟晚那里 却是你调走军医 给孟昔月的孩子之伤 而耽误了泱泱 你明明是找村子失踪的人 为何传到孟晚那里 是你在找孟昔月的孩子 李怀宗 第一件事 我也曾怀疑过 敌军来袭 守将善离职守是重罪 而李怀是极憎恨北雾人 他会离开去救孟昔月的孩子吗 我去问过李怀 问他那天是不是真的如传言 在救孟昔月的孩子 他冷淡地说是 所以后面其他传言 我便深信不疑 我想他那天也是痛苦的 只是他把这种痛苦 转嫁到我头上 李怀宁揉了揉打疼的手 你都知道 可你就不向孟晚解释 为什么 你还在恨他当年对你的算计 弟弟啊 年少的感情虽是遗憾 但一时一景 你快醒醒吧 李慎茫然 我不知道 好像是恨 又好像不恨了 我们成亲那晚 他喝了很多酒 他倒在床上 我笨拙地为他宽衣 他推开我 说他恨我 如今 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恨 还是不恨了 可我 有恨了 李怀宁离开时说 等孟晚把孩子生下来后 我要把孟晚带走 李慎回过神 你要他做什么 我也疑惑 一阵风吹过 烛火明灭 李怀宁冷冷道 他差点杀死你 我自然也不会放过他 我说过 伤害我们李家的人都得死 阿子 李慎紧张地站了起来 好了好了 你别吓他了 有人打断他们 是太子来了 他温和地搂住李怀宁 说他这样喊打喊杀 对孩子不好 李怀宁说 这孩子要是连言语都承受不住 将来怎么堪当大任 太子看向李慎 你姐姐只是故意击你 阿慎 珍惜眼前人 太子扶着李怀宁走了 月光将他们的背影拉得很长 融在一起 我的泱泱 要是有这样和睦的爹娘 该多好啊 李慎走进来 我闭上眼睛装睡 他躺在我身边 抱着我 安安静静 曾经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光 胜过男欢女爱 胜过直短情长 只是这平淡生活 来得太迟了 孟希月一死 我的精神气彻底散了 只等着契约日来临 我大口大口地吐血 御医们全都束手无策 说我时日无多了 李慎说不可能 因为我一点病容都没有 定是他们弄错了 御医们也奇怪 我这样的将死之人 竟还容颜依旧 肚子里的孩子 也很快就没了 李慎终于哭了 泱泱离世的时候 他都没哭 却对这个没成型的小牙 这么伤心 他抱着我说 我会好起来的 等我好了 他就带我回北地 泱泱还在那里 我告诉他 我不回去了 泱泱也不在那里了 他在有阳光的地方 你既然那么爱梦希月 为什么当初不坚持和他成亲 你心里有他 为什么又喜欢我的身体 最可怜的是泱泱 他到死都在等你 我真的希望 我从未遇见过你 临死之际 我的悔恨如潮水般汹涌 年少时有多喜欢 现在就有多痛苦 李慎紧紧握着我的手 说都是他的错 是他不该用和我成亲 来气梦希月 不该将大人的恩怨 怪罪到孩子头上 说泱泱离世 他不是不伤心 只是身在北地 主将的情绪不能外露 我笑了笑 既然如此 你现在要和我一起 去见泱泱吗 他正正地看着我 我说一起死 我就原谅你 李怀宁立刻命人将他拉开 他最后似乎在说着什么 可我已经听不清了 世界彻底地安静下来 我的呼吸越来越轻 再无声息 我没有死 我回到了原世界 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我疑惑地问系统 我不是攻略失败了吗 为什么我还活着 系统回到 因为你拥有的另外一种爱 出乎我们所有系统的意料 系统说任务世界里 他们从未感受过 这么纯粹又强烈的情绪 他们愿意为此打破规则 我哭着问他 是不是泱泱 系统说是 他还说 泱泱是来报恩的孩子 是啊 他是个报恩的孩子 他从出生时就很乖 我阵痛没多久就生下了他 别的婴儿都会闹腾 他却是吃完母乳就睡 睡醒再吃 后来再长大些 他就成了我的根屁虫 我难过 他会帮我擦泪 我高兴他陪我一起高兴 他会每天在我怀里说 娘亲 我最喜欢你 无论什么时刻 只要我回头 他都在那里 他离世那天 我去买他最爱吃的米糕 我对他说 乖乖听爹爹的话 娘亲很快就回来 他甜甜地点了点头 娘亲 我等你 原来 那天他不仅仅是在等李慎 也是在等我 他生命的最后 叫的是 娘亲 我因为他活着 可他却已经不在了 我失声痛哭起来 祈求上苍再有来生 再见一见我的泱泱 系统说 梦婉 没有来生了 番外我行尸走肉了三个月 最后决定振作起来 我的生命是泱泱换来的 我不能辜负 这世间的美好之物 我都想让他看一看 瞧一瞧 后来 我去孤儿院做义工 正好遇到有人来 领养孩子 所有孩子都积极地表现自己 希望能被选中 唯有一个瘦弱的孩子 蹲在墙角 背对着我们拨弄着地上的土 一旁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孩子最没眼力价 不合群 嘴不甜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情不自禁地向他走去 或许他也感应到了我 回头看着我 我震惊地发不出声音 他起身甜甜地对我笑 妈妈 我等了你好久好久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紧紧抱住他 他小小的身体是温暖的 他的身体没有见恐 他有呼吸 他是我的泱泱 我的眼泪扑速速地掉 小姑娘为我擦泪 妈妈 别哭 我说好 我说妈妈带你回家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重新见到泱泱 系统不是说 没来事了吗 没来事 但有今生啊 系统突然出现 他是来回访的 他告诉我 那个世界的爹娘 现在过得很不好 儿子不成器 他们也跟着受罪 都快上街乞讨了 说太子登基了 李怀宁成了皇后 生了嫡长子 中公之位稳了 至于李慎 他带着我的尸骨去了北地 继续镇守边疆 系统说不知道 他会是什么结局 我大概知道 他会和这世间绝大多数的男子一样 或许他曾经真的为某一个人伤心过 但时间一长 他会重新娶妻生子 继续人生 最后系统告诉我 孟晚 其实你刺伤他那一晚 你的攻略已经快要成功 我因为设定限制 只能旁敲侧击地提醒你 可你就是不听 好可惜呀 我摇了摇头 一点也不可惜 如果我在失望绝望时 没有得到关心和回应 那迟来的深情 又怎会是可惜 只是一把随手可扬的沙罢了 我只希望 我怀里的这个小姑娘 这一生 平安顺遂 长命百岁 故事二 我好恨 我难产血崩时 我的夫君正和我的亲妹妹 偷情苟合 我命散黄泉 以子惨死 夫君和妹妹却芙蓉妻贵 儿女成行 如今 我竟重生在产子前夕 我从梦中惊醒 第一反应是看我的肚子 心一突起 孩子还在 如母见我神色惊慌 问我 娘子 做噩梦了 我正正地望着她 母母 我梦见孩子没有了 瞎说 梦都是反的 娘子一定能平安诞下 郎君的嫡长子 为陪家传续香火 平安 香火 我的脸上 一定起了冷笑 我清楚记得 前世我因忧思早产而亡 一下一个体弱的婴孩 我父亲不愿失去前程正好的女婿 顺势将我亲妹西华续嫁与夫君陪方 两人好的如骄四妻 同进同出 竟将我儿遗忘 以至于下人懒戴 我儿受寒 不治而死 后来 裴方因帮助大皇子 成功夺下太子之位 步步高升 西华接连产子 受封夫人 毫不风光 京中人人称赞他们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谁还记得我那位满一岁 变夭折的孩子 谁还记得我在铲床上的挣扎煎熬 没有人 恨意如火焚身 我重新醒来 在尚且怀孕六个月的春夜里 是上天连我 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必好好把握 绝 不 孤 负 我做的第一件事 是命人将花园小楼前的荷花池填平 好好的荷花池 为什么要填了 裴方来问我 面色不渝 我知他不高兴 是因为动工人多 爱了他偷香妾玉的路 我心中冷笑 面上却唯唯唯唯 妾身近来夜夜噩梦 派人问了解梦先生 才知花水属阴 于胎儿有大爱 须将荷填平 方能平安淡子 其实我是在胡说八道 夫君 妾身都是为了陪家的香火呀 一句话赌得裴方无话可说 半赏方道 填平以后多种些青竹 去去俗气 裴方曾说 我的名字传方太俗 不如妹妹的西华二字雅致 我说 是因我生在牡丹花开的时节 所以父亲给了我这个名字 我嫁到陪家时 从洛阳娘家带了牡丹名种 未有身孕前 总是亲自照顾 陪方对此甚为不悦 他说 牡丹乃是俗物 与君子不配 他又说 你是主母 应在夫君身上用心 早日诞下 嫡子才是 我心中明白 他是嫌我不懂诗书风雅 配不上他这位 以诗话出名的京城才子 我见陪方要走 连忙说 晚间请夫君前来用膳 妾身有事与夫君商量 又补充 是关西华 他果然应下 带他走后 我对如母说 将那要取来 今晚有大用 当晚饭桌上 陪方正今微作 目光却频频窥视西华 西华只作不知 低头娇笑 两人在我眼皮底下 眉来眼去 前世的我 竟是个坐在井里的瞎子 我命婢子给陪方倒酒 园中摇晃接了双包 是极稀罕的 妾身想把今年的生日宴 和赏花会合在一块儿办 为孩子添些喜气 陪方虽嫌弃牡丹太俗 但我手执的牡丹苛苛都是名种 在京中颇有名气 就连皇子公主 也曾登门观赏 西华拍手道 花儿最喜欢热闹了 我微笑道 妹妹喜欢便好 毕竟 这场宴会热不热闹 就看你和陪方了 陪方饮了酒 已有些醉意 笑道 说起摇晃 我便想到上古鹅皇 后头的话没说完 只是拿眼镜去剖西华 西华满脸通红 姐夫薄骨通金 我和姐姐可听不懂 哼 陪方和西华 以为我不通文末 便不知鹅皇女婴的传说吗 两女共是一夫 她想得倒霉 我故意道 夫君明知道 我没念过两年书 故意笑话我呢 陪方不耐烦地扫了我一眼 我只坐不见 叮嘱西华 届时妹妹 须得仔细打扮 西华道 姐姐生日 我怎能夺了姐姐的风头 我说 美人如花阁云端 妹妹才是这次赏花会的主角呢 哐当 陪方打翻了杯盏 西华急道 华儿不想嫁人 华儿还想多陪姐姐两年 姐夫 你说呀 陪方指责我 妹妹还小 多留两年在家里 有何不好 你这个做长姐的 倒是舍得 我悠悠地瞥了她一眼 你也知道 西华年小 可你这姐夫的事 怎样不顾刚长廉耻 趁我怀孕 引诱她 与你暗通款区的 我说 夫君误会切身了 小妹婚事 乃是父亲前日家姓中所提 其实父亲几乎忘了 还有西华这个女儿 西华乃是树母所生 父亲不喜她是女儿身 并不看顾 我连西华年幼 便待在身边亲自教养 我出嫁前一晚 她在我房中哭了一夜 求我不要抛下她 于是我一到京城 便求了陪方派人 去接她来与我作伴 谁知竟是做错了 我慢条斯理地说 妹妹年岁见长 待在陪府 总不是长久之计 西华忙道 化儿已有了心上人 她的眼睛缩着陪方的脸 我祈祷 妹妹平日鲜少出门 这心上人 我看向陪方 夫君 你知道吗 陪方被我问得猝不及防 狠呛了一口酒 规格之事 问我作慎 西华一张小脸 仗得通红 姐姐你就别问了 现下时机尚未成熟 待姐姐平安生产后 自会知晓 平安生产 好不要脸 我只觉前世难产时 那几乎将我撕成两半的剧痛 再次附体 我强忍着恨意 举杯道 好 姐姐就等着双喜临门 西华与陪方对视一眼 饮下杯中酒浆 散喜后 陪方和西华二人先后离去 我靠在床头和乳母说话 我刚查出怀孕时 大夫说投胎需要静养 前三个月尽量卧床 便是自家人也少打扰 陪方荡日便将卧具搬到了外间书房 前世我太傻 还为此感到对她不起 谁知她竟是夜夜不空 搂着我亲妹妹睡觉 我问乳母 席间 你可看清楚 他们二人饮了几杯酒 乳母道 郎君用了七杯 小娘子用了三杯 我道 那要效力足吗 一小勺便足以令男女整夜 乳母没说下去 我也明白她的意思 我问 陪方睡下了 已有人伺候睡下了 西华呢 尚未就寝 西华住在花园小楼 就在那个被填平的荷花池旁 我说 很好 从今晚开始 就让他们慢慢受情欲之苦的煎熬 让田和花池的工人动作慢些 省得让陪方去见机会 去见西华 乳母道 已吩咐了 我说 待到宴会前夜 你要加重药量 乳母点头硬下 还有一件事 我抚摸着肚子 缓缓地说 母母 我怀疑身边有陪方的人 吓要害我 我生日那天 宾客迎门 贵昼云集 除了来赏病地牡丹者外 更有为相看西华而来 我早已在送帖子时 放出风声 要为妹则续 经理人听了 谁不赞我一生 长姐如母 果然 好几位贵妇 询问西华 如何不见 我正招待大皇子府上的两位女眷 一位是每年都来看牡丹的杨三阳 另一位则是新念孔 姓蓝 那蓝美人道 我家殿下最是赏识陪二郎了 听说你家妹子拜了她当老师 今日我怎么也得见见这位小姨子徒弟 西华自到京城 因门陪方才名 便求我去和陪方说 想同她学写字作诗 陪方确实有才 诗书自成一体 只是性傲 饶是皇室贵胄 也难得她一张墨宝 唯有雅浩书画的大皇子 能得她一点笔墨 我当初本以为陪方会拒绝 谁知她竟一口答应 想来那时便存了不良之念 我向蓝美人道 失礼得很 舍妹昨晚感染风寒 恐过了病气给诸位贵客 故此不敢露面 蓝美人笑道 怕是女孩家害臊 不敢出来见客吧 旁边杨三娘说 船方夫人的妹子我是见过的 确实身体娇弱 蓝美人邪逆了杨三娘一眼 冷冷道 杨姐姐总拦着我不让我见殿下 怎地到这儿还拦着我 杨三娘面露不悦 但并未多言 我忙到 诸位圣情 是舍妹的福气 请随我一步花园 说着 我悄悄向儒母示意 儒母会议 转身悄然离去 花园里 荷花池已被填平 种上了秘密的青竹 我领着蓝美人等级各自婢女 来到青竹演应后的小楼 从楼梯上去 早在前几日 我就以楼梯陡峭老旧为由 命人铺上了厚厚的地毯 西华称病 病人需要静养 众人行动间自然十分小心 事故并不曾发出什么声响 我推开二楼房门 一声女子动情的交喘 夹杂着男人的笑声 从中传出 花儿小心甘 你姐姐线下 正伺候那帮半老徐娘呢 怕什么 门内 衣衫不整的裴方 和西华搂在一处 夫君 妹妹 我以袖掩面 不敢置信地连连后退 身边的女客们也都猛了 好一个端方君子陪二郎 骨子里竟是个放荡好色之徒 杨三娘冷声说道 我哭道 夫君 你和妹妹 瞒得我好苦 西华不满情欲的潮红小脸 变作煞白 她哭着从陪方身下挣脱开来 衣上也不及穿好 就要去撞墙 陪方连忙搂住 她强装镇定 我与婢女玩闹而已 夫人是当家主母 怎地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无 我身体贪软 气不成声 杨三娘扶住我 怒道 陪方 亏你还是个才子 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蓝美人却道 杨姐姐 你在皇子府里管事管习惯了 连人家的家事都要插上一手吗 陪方仿佛得了什么提示 历生对我道 夫君的是 做妻子的少管 我还未说话 只听杨三娘道 陪夫人管你不到 却不知我家殿下可有资格 经重疯传 陪家二郎与妻妹通奸 白日轩吟 被其夫人和众女客 无意撞见 场面极其混乱 妻妹当场就要一头撞死 被陪二郎死死抱住才罢 夫人低声下气 求众女客 莫要将此丑事传扬出去 毁了郎君的前程 和妹妹的名声 众客诺诺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久 陪方被上风伸斥 八个字 伤风败俗 刚常扫地 并罚一月心凤 经中贵女鼓掌称快 男人则说 罚不当罪 男子三妻四妾 实属正常 还有人说 是裴家娘子 故意让小妹勾引丈夫 免得让其他婢女 爬上丈夫的床 一时间 流言纷纷 不知真假 我借口养胎 搬离裴府 住到了京郊别庄 谁知 西华竟追到别庄 我闭门不见 她便跪在地上求 我也不管 就让她被烈日晒着 西华打小养在我身边 好吃好喝 哪里受过这种苦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便承受不住 昏了过去 恰好陪方赶来 见此情形 她怒不可遏 你做姐姐的 竟如此狠心 她抱起西华 对我恶言相向 我不管别人都说什么 若有人问 你只说 你父亲早就许诺 要将西华嫁我 不许说别的 西华缓缓苏醒 见着裴方 当即搂住她的脖梗 委屈得阴阴哭泣 姐夫 你总算来了 华儿好难受 裴方温声道 华儿不怕 我马上带你去看大夫 不 姐姐不原谅我 我就不走 你姐姐只是一时之间 没有想通 过两天就好了 我说 听说你遭了上官训斥 裴方怒道 你还敢说 七贤富货少 若不是你 非要办那老十字牡丹宴 我会遇此横事 她看了一眼我的肚子 后宅妇人 就该安守本分 生男育女 你在这里住着也好 省得华儿日日以泪洗面 连夜间都睡不安稳 说完 抱着西华就要走 我忙说 夫君等等 有人要见你我 裴方不耐烦道 不见 大皇子也不见吗 大皇子照见 我想定是 那日为我抱不平的杨三阳 对大皇子说了什么 但并未在皇子府内见到他 陪伴在大皇子身边的 是那位心宠蓝美人 他娇柔地倚靠在大皇子身边 食指鲜鲜 包着葡萄皮 大皇子与裴方年纪相若 说起话来十分和气 我知夫人受了大委屈 这实在是裴二的不是 他用称呼好友的方式来称呼裴方 大皇子朝裴方一白手 你也是糊涂 既欢喜小妹 何不早与夫人秉明 难道夫人是那等不嫌善度的拥妇 会拦着你那切不成 裴方攻身道 裴某钟情小妹 实不愿委屈了她 我垂手道 妾害得夫君遭上风训斥 愿取一旨修书 将正妻之位让与妹妹 大皇子历生对裴方道 妻妾有别 裴二 你别犯糊涂 大皇子是在警告裴方 不要再做落人口实的事 以免有爱观真 影响仕途 蓝美人却拿眼瞟着裴方 娇笑道 殿下何必急言利涩 像裴二郎这般专情之人 可是不多见呢 大皇子也不生气 直道 你少说话 蓝美人递给她一颗包好皮的葡萄 笑吟吟的闭口不语 裴方道 殿下教训的事 都是裴某糊涂 愿向夫人行礼道歉 大皇子笑道 这就对了 我侧身避开裴方的礼 说 妾身亦不愿委屈小妹 大皇子道 夫人的意思是 回到别庄 如母已等我多时 她将父亲的家姓教我 我一面拆看 一面将在皇子府的谈话告知她 我对大皇子和裴方说 只待我生产后 孩子满月那日 便迎西华为贵妾 如母忧心道 娘子当真要妥协至此 我笑道 裴方怎会委屈西华作妾 如母伴我多年 对我的心思十分了解 娘子是想借此迫使那下药之人 露出马脚 正是 我若不死 占着正妻之位 她二人怎会甘心 裴方必会命令那人加大药量 好让我难产血崩 女子生产本就是过鬼门关 根本不会有人怀疑 此中别有内情 我这个正妻一死 西华尚未顺理成章 外人还要赞一声裴方重情 续贤都是妻妹 如母愤愤道 郎君竟如此狠毒 人心隔肚皮 裴方那张面皮 连父亲都骗了 我将父亲的信收起 疲倦道 父亲责备我不能应成夫君 管束小妹 遏止绯闻 发了好大衣痛脾气呢 父亲从来不让女儿念书 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儿唯一的价值 就是为了家族利益而进行联姻 如母狠为我不平 娘子受大委屈了 我思索良久 终于将信撕碎 决绝道 母母 我不回洛阳了 如母茫然道 娘子若是与郎君合离 不回娘家 还能去哪 天大地大 总有我和孩子的容身之处 将来若是回去洛阳 父亲定会将我再嫁 我不过是父亲的货物 被他用来进行交易罢了 陪方厌烦了我 自然也能将我丢弃 前世 我是如此 今生 我要做个人 我说 请母母将我陪嫁的房产田地做个估算 趁我未生产前 悄悄在别州幽静之地置办房产 将来也好 有个归处 如母点头答应 我想到仪式 问 要还有多少 如母道 足够 我见他眼含忧虑 便安慰道 母母莫担心 我设计陪方与西华之事 无人怀疑 原来 在我提出要为西华择序那页 我在陪方和西华的酒中下了催情药 这药本是我出价时所带 只是我不愿用 就一直收着 没想到 终究还是用到了陪方身上 陪方本就是装模作样的极色小人 又有药酒刺激 如何忍得住 无奈花园和花池动工 白日里小楼周围人多眼杂 便是深夜 因有淤泥阻碍 他也无法前往 因此当夜 只好找了一个仆妇解决 而西华则独守空归 硬熬而已 在宴会前的日子里 我看得极紧 两人连日不得私会 欲心如斥 等到我生辰荡日 两人只我忙于招待客人 无暇分身 此等时机 必然不能放弃 是以西华称病不出 陪方避开众人耳目 前去小楼优惠 我算好时机 带众客撞破两人丑事 为的就是要让他们前途名声尽毁 不得 好死 可 经理的舆论风向又变了 陪方把将要迎娶西华的消息放出 经中开始吹起鹅黄女鹰一段佳话来 不过也有人对此极为不屑 那日为我发声的大皇子内卷杨三娘便是 他时常来别装看我 我请殿下斥责陪方 以正风气 可殿下根本不当回事 我回到 在男人看来 只要不是偷到自己头上 通奸偷情 非但不算败坏理俗 还要说是风流呢 杨三娘叹了口气 难道这就女人的命 我说 我就不信 上天既然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便是教我挣脱这束缚的锁链 走一条自己的路出来 杨三娘见我意志坚定 忍不住向我诉说 蓝美人进府前 殿下待我极好 谁知蓝美人来了 殿下便不大搭理我了 我伸手握住杨三娘的手 问她 三娘 你甘心认命吗 自那之后 杨三娘有很长时间没来看我 我在别庄无事 便为孩子抄写佛经祈福 前世那次难产 令我彻骨难忘 孩子的早妖 更令我痛彻心扉 我虽深恨裴方 但质子到底无辜 这一世 我定要让我和孩子 都平平安安 七夕节后 杨三娘出现了 春风满面 他拉着我的手说 殿下已处置了蓝儿内建人 再也不许裴方进府 如今内宅已尽听命于我 殿下也对我宠幸有加 你这一箭双雕之计果然妙极 我问 裴方现在处境如何 杨三娘道 殿下受益御使台 弹劾裴方拜俗失礼 他已被贬官停奉了 传方 可要我再助你一把 我摇了摇头 一个男人颓唐消沉时 最好的安慰 就是来自于一个女人的温柔体贴 男人失权 往往要从女人身上找不 常言道 色是刮骨刀 我就要让西华做这把刀 一刀一刀 把裴方这个伪君子的皮肉 割个干净 我问杨三娘 那些情诗 当真没被人看出来 是模仿裴方的笔迹 那都是我借抄佛经的掩护 写出来的东西 杨三娘大笑道 你未免也太看不起自己了 殿下将那些搜出的情诗 扔在那两人面前时 连裴方都没法证明 不是他自己写的 我听了 不由喃喃自语 好 很好 有一股兴奋的感觉 在我胸衣间跃动 我向杨三娘巧声道 我身边有个仆妇 是裴方派人监视我的 杨三娘会议 我替你处置 又问 裴方被贬官 你可解气了 我一笑 还不够 真正的大戏 还在后头呢 八月 我在别庄足月生产 可事与愿违 我疼了一天一夜 产下一个死鹰 我发了疯 我不许任何人 碰撞练着孩子的小棺材 裴方命人拉开我 我好哭大叫 又抓又挠 吓得那些人不敢接近 丰富 裴方气得面色清白 若非孩子算是他的嫡长子 他一定转身就走 西华不敢靠近我 只留着泪劝 姐姐别闹了 孩子没有了 以后再生 你别这样 二郎会不高兴的 我指着他和裴方大骂 猪狗不如的东西 害死我儿 还要来害我 我要你们偿命 裴方历声道 把这疯女人堵上嘴绑起来 西华道 轻一些 莫要伤了姐姐 我被两个胆大的粗食匍腹扭住 纠缠中 小棺材滚落 从里面掉出来一个浑身清黑 四肢肿胀的婴孩 西华吓得大喊一声 裴方连忙将他搂住 急到 还不赶快抬出去埋了 我趁仆腹下的尸神 正开他们 拔了簪子 就往裴方和西华身上乱扎 我无语伦次地狂叫道 还我儿命来 还我命来 今日我就要你们死 西华狼狈躲闪 裴方目露凶光 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我大嚷 裴二郎杀妻了 一口咬上裴方的手腕 他痛得将我甩到一边 我顺势狂奔出门 口中直叫 裴二郎杀妻了 救命 救命 脚下不慎 竟落入庄外河中 我被一对农民打扮的中年夫妇救起 他们什么也没问 将我护送到一座被林木层层遮掩的旧屋前 如母从门内走出 欢喜将我迎入 娘子虽然生在洛阳 但跳水也未免太冒险了 洛阳多水 我虽在龟中 幼时也曾学过求水 所以才敢大胆跳进河中 孩子呢 我问 才吃了奶睡下 等醒了抱来 与娘子看 我再救屋住下 过了几日 杨三娘来了 他笑说 现在经理人人都说 你生了个死孩子 在灵前发疯 又被逼得跳了河 都是被裴方和你妹子 还有你娘家人害的 我说 我猜到了 或者说 这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我发动那日 确实有难产的迹象 但姓蒙上天护佑 我最终平安生下了孩子 是个女儿 抚摸着她柔嫩的小脸 我心中欢喜异常 娘终于能用真实的手抱着你 保护你 我又想起 前世我儿哭的嗓子嘶牙 也无人理会 最后挣扎死去的情形 我绝对不会让此事重演 重生以来 我一直在思考 我的将来 我孩子的将来 该怎么办 我不是在丈夫手里 就是在父亲手里 可是现在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 哪怕风险极大 我也走得一无反顾 在别装待产的日子里 我已计划好一切 生下女儿后 我让乳母带着孩子躲到一处 早已托杨三娘 打点好的隐秘居所 然后对外宣称 我因孕期受到刺激 而生下一个死婴 而且是个男孩 婴师也是早已预备好的死胎 收敛在小关里 我豪哭着不让旁人碰 并非演戏 而是真情流露 我在哭我前世 不幸早妖的孩子 我在哭我前世 寒恨而终的人生 线下 我的孩子已经脱身 接下来就是我的自由了 我对杨三娘说 那名仆妇的尸身 可以投入水中了 在我跳水的那条河的下游 发现了一具妇人尸体 以肿胀溃烂到 难以辨认面貌 裴方立即宣布 找到了我的尸体 哪怕那妇人的尸身 穿着粗布衣裳 紧接着 她迎娶西华过门 作为续贤正事 按我朝礼制 父母须为嫡长子守孝 可孩子死才不久 她便已新人在策 我虽足不出户 但杨三娘总会将 经中消息及时告知 儒母时常问 娘子 你和孩子既已脱身 我们为何还不离开 儒母已按照我的吩咐 用便卖我赔价的 田庄铺子的钱 令在别州乡间 购置了一处房产 我说 等到秋后 我们就动身 我问杨三娘 今年皇室秋冽的日子 可有更变 不曾 仍在九月初九 就在隔壁山的围场 杨三娘肆意明白 我的计划 她意味深长地说 传方 你马上就要真正自由了 九月初九 御驾出宫 围场秋寿 我在半岛栏架喊冤 与林卫抽刀逼我后退 我高举诉状 向皇帝的御驾高喊不止 民女撰告 陪方通奸拜俗 谋害妻子 停妻再娶 颠倒轮场 随驾的大皇子 对皇帝说 陛下 陪方元妻儿臣见过 却是此女 皇帝命她上前细说 片刻后 大皇子走近我 高声说 皇帝陛下体恤万民极苦 你有冤情 可将壮旨教我 去往刑部等候 我磕头谢恩 立即被大皇子派人 护送到刑部衙门 因是告御状 当值官员不敢怠慢 立即着人去将陪方带来 当堂对质 堂下人头攒动 都是听到风声 来看热闹的 陪方一身酒气 精神违靡 见到我 吓得大喊有鬼 随即被官员 抽了二十嘴巴醒酒 大堂之上 我声泪俱下 将苦情一一诉说 陪方这个恶贼 为了娶我妹妹做正妻 竟命人在我的饮食汤药中下毒 想让我在生产时死去 我和乳母观察多日 终于确定下药报信之人 是随我从陪府来到别庄的一名仆妇 我请杨三娘派人将她溺死 并将尸体泡在泥水中发胀 只待我跳水失踪多日后 再放在河流显眼处等人发现 我故意留了个破绽 并未更换那妇人的衣裳 可陪方迫不及待 想取西华过门 明知那尸首不是我 还是认了下来 大堂之下 人人皆骂 陪方寡怜贤耻 人面受心 陪方睁大眼睛力声道 丰富 你修要凭空乌人清白 什么清白 生辰会上 我与众客亲眼见你 与我那好妹子颠缆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陪方还要变 我抢先向唐上官员道 民女不光有人证 还有物证 唐官已不想听陪方多言 忙道 你说 陪方此人平日最好卖弄才情 他写给我小妹的情诗众多 大人只管往陪府一搜便知 陪方如遭雷劈 通身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贱人 是你 他到此刻 终于明白 过来他被指与蓝美人偷情的 关键书信证据 正是出自我手 我与杨三娘设计 将情诗藏在蓝美人处 用你一张相约七夕的纸条 故意落在皇子府内 被人发现 陪方本就由与自己小姨子通奸的前科 在与他人机械偷情 实在不算意外 我早说过 男人只有在被偷到自己头上时 才会感到愤怒 贱人 我杀了你 陪方红着眼睛就要扑过来掐我 两边牙翼将他按倒在地 额头磕出血来 我扑到公案前 大哭道 大人明见 现当着大人的面 这畜生就敢公然杀我 可知平日里 我遭的都是什么罪 民女只求与这畜生肃离 恢复自由之身 求大人明断 堂下响起一片激愤之声 堂官当即吩咐左右 与文书先生 往陪府搜查情诗等相关证据 速去速回 又向我温言道 夫人莫怕 请在旁稍作片刻 可牙翼们这一去 竟半日未回 陪方以为是有转机 大笑 哪有什么情诗 统统都是这件人胡说八道 恰在此时 文书先生匆匆回转 将手上一个木匣 递给堂官 尔语数据 堂官看向陪方的目光 从厌气变为了震怒 他一拍经堂木 大喝道 大胆陪方 你竟敢诅咒皇子 从陪府书房里 不单搜出了露骨的情诗 还意外发现了 诅咒大皇子的字句 那每一章上的每一个字 都是陪方的笔记 他能诗善书 一字难求 在京城是出了名的 没人能访得了他的字 证据确凿 陪方被捕入狱 陪府女眷和仆毕 均被圈禁 我被圣恩开示 并叛与陪方离婚 经中舆论哗然 不久 我收到父亲的来信 命我诉回洛阳娘家 不要去管西华死活 父亲已将他从家谱上除名 我记得前世 父亲不愿失了仕途 正好的女婿 我死后没多久 就把西华作为济氏 嫁给了她 今世的我已明白 陪方也好 父亲也罢 不过都是不择手段 追逐名利和肉欲的男人罢了 我的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我去见西华 他今年上布满二十 却形容枯稿 神魂恍惚 破一下的肚子已经大了 他见我 眼睛里放出些许光来 姐姐救救华儿 华儿想回家 华儿不要在这里 我将父亲的信给他看 他才看了两行 身子已抖个不停 姐姐你救救我 救救姐夫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天天在一起 这样不好吗 这样不好吗 我望着西华扭曲的脸 心中并没有感到 大仇得抱的痛快 只有悲哀 我轻声说 西华 你以为陪方真的爱你吗 他不过是贪恋你的青春肉体 享受你的盲目崇拜 西华目录迷茫 不是的 我和姐夫真心相爱 你以为你真的爱陪方吗 你分得清养慕和爱慕 肉欲和爱欲吗 我叹息一声 陪方被贬之后 他是如何带你的 一瞬间 嫌恶和恐惧 占据了西华的脸 他 陪方 畜生 用那些下作手段折磨我 他说着 竟朝我设来怨恨的目光 姐姐 都是你害了我 他像一条毒蛇般土信 我的名字是姐姐给的 我是姐姐养大的 我是姐姐带来京城的 是姐姐害了我的一生 他大声嚎叫 啪 我仰手抽了西华一记耳光 啪 又反手抽了一记 一次为我前世夭折的孩子 一次为我自己 西华捂着脸 浑身颤抖 是 我有错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有及时察觉到 陪方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是我的错 陪方身为长辈 却引诱你通奸 是她的错 而你不顾廉耻担于情欲 是你的错 西华的眼睛里怨恨更深 我心中的悲哀欲重 可 我给了你最后的机会 要为你择序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竟还妄想 鹅黄女鹰共识一副 西华 陪方带你读了那么书 但从来没有和你讲过 大小周后的故事吧 西华呆呆地望着我 姐姐 她伸手来抓我的裙摆 就像小时候那样 每次她闯祸 或者有事求我 就会拽着我的裙摆 泪眼汪汪 而我总是对她心软 但是这一次 她的手抓空了 历东前一天 刑部的判决下来了 被搜到的文稿 却正是裴方的亲笔 其中尽是对大皇子的怨对诅咒之语 更有诋毁当今圣上的笔墨 天子不可辱 裴方被判秋后问斩 圣上仁爱 不忍失以酷刑 将斩刑改为公刑 曾经明满精华的裴家二郎 如今成了一个霉根的太监 我请杨三娘疏通 去天牢见裴方最后一面 阴暗潮湿的牢房角落里 我看到一团东西在缓缓蠕动 二郎 二郎 我悠悠地换它 那团东西动了一下 从中露出一只不满血丝的眼睛 他盯着我许久 才将我认出 你这个毒妇 贱人 我要杀了你 他才受过刑 根本动弹不得 我隔着铁栏杆温柔地问他 二郎 还疼不疼 他苍白的脸 胀得通红 都是你陷害我 那些诗稿 都是你的手笔 我笑了 二郎 你疼糊涂了 明明是你心有怨对 狂饮烂醉中写下悖逆之言 怎么能赖到我这个不通诗书的后宅妇人头上呢 我望着他做徒劳的挣扎 用俯视的角度 从前 他总是这么看着我 如今 这位置终于换过来了 我不禁想起 昏船刚到京城码头 我初见他时的情形 二郎 出嫁你时 我为你的风度所迷 自知读书不多 怕配不上你 所以私下里也曾经万分努力 练字到天明 陪方停下挣扎 陪二郎的字千金难得 书房里那些废稿拿去烧掉 岂不可惜 我轻声细语 一字一顿 如何 我的努力 很有效果吧 从天牢回去的路上 我遇到了押送罪卷 去教方司的队伍 西华不顾一切地拦住了我 他的球衣破烂 腹部平坦 教方司里的棺绩 不可能带着肚子皆渴 他拽着我苦苦哀求 姐姐 花儿不想当妓女 求求姐姐再救我一次 十多年前 在洛阳内宅里 也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孩子 向我求救 那一声声姐姐 叫得我心软成一片 而如今 只剩莫然 西华 善恶有报 自食其果 你该放手了 西华身后 两个负责押送的前婆 挽着袖子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前婆的手 已经够到了西华的胳膊 西华崩溃的扬起手 姐姐 是你害了我一生 她拔下发尖的簪子 猛地刺向我 经理人都说 裴家两口子 都不是个东西 裴二郎冒犯天眼 诅咒皇子 她的小姨子老婆 居然连亲姐姐都杀死了 其实 我并没有死 只是顺势脱身而已 我不想用 陪方妻子的身份 活下去 也不想用 父亲女儿的身份 活下去 我想活成自己 我将名改为别方 带着女儿 踏遍五湖四海 看万里河山 我想让她知道 女子的世界 并非只有内宅院墙那么大 这是我从前不懂的 也没有人会教我的道理 是上天给了我 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望着女儿 自由奔跑的小小背影 心中已无恨 也愿天下女子 皆无恨且自由 女儿